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近日,福发布了一份男明星的微知音榜单 本该是记录娱乐圈热度与实力兼备男星的荣耀时刻 却因周深的意外缺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在这份榜单上,周深竟然被完全排除在外 立刻激起粉丝们的不满,内鱼玩不起了吗? 这么大的热度都敢漏掉 周深近年来无论在音乐还是综艺领域都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实力 他的代表作大鱼,化身孤岛的竞在各大音乐平台长期占据榜单前列 他的独特音色与多变曲风也让他成为华语乐坛的璀璨明星 除此之外,他还频繁参与各类综艺节目和重要演出 如时光音乐会生生不息等,并多次被国内外知名品牌邀请出席活动 这样的全能一人却在VodeV直音榜单中消失 实在令人费解,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平台发生 这种榜单为直拉表统计很简单,居然漏掉周深 这不是失误,而是故意 面对榜单的争议,不少粉丝发起了补榜行动 直接把周深的各项成绩和热度自行统计并贴出 他就是来专门破壁的 更有粉丝讽刺刺道,你们不敢统计 我们自己来,短短数小时内 这一补榜行为就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支持和转发 有粉丝指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数据疏漏 而是对周深影响力的忽视 不敢忽略他,但观众心中有感称 他的实力与魅力可不是靠榜单就能抹去的 实际上,周深早已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 打破了传统偶像歌手的固有标签 他不仅在音乐领域精益求精 还不断用他的才华跨界发展 从舞台到音频 他展现出的艺术表达与情感传递让无数人动容 正如粉丝所说 周深的存在是为了破壁的 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框架 他是自由的,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即便封的榜单没将他列入 周深依然是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力量 榜单发布后 许多网友质疑榜单的公正性 娱乐圈榜单有多少真实可信 那于再这么搞下去迟早会被玩黄 有声音指出 这种有义无视实力艺人的行为不仅对艺人不公 也伤害了粉丝与大众的信任 业内人士也评论 榜单本应反映真实热度和影响力 但胡适周深这样的歌手 只会让人对榜单的权威性产生怀疑 显然 榜单操作过度可能会导致公众对榜单制度和娱乐行业产生反感 面对榜单的争议 粉丝们的支持显得尤为坚定 他站上舞台的每一刻 都是属于他的榜班 许多粉丝表示 周深的音乐与舞台表现 令远胜任何虚假的数据排名 我们不需要榜单来证明他的优秀 因为他的歌声已经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这种来自粉丝的情感支持 不仅是对周深的肯定 更是对整个娱乐行业健康发展的期许 大家希望未来的榜单能够真正反映艺人的努力与成就 而不是被数据和资本左右 虽然这次榜单争议给粉丝们带来了一些不快 但这丝毫不会动摇周深在乐坛的地位 他用音乐与才华赢得了大众的喜爱 也在每一个舞台上用心演绎 展现他对艺术的追求 周深从不被任何规则或框架束缚 他的音乐旅程将继续 而他的歌声会始终与他的支持者同在 无论是否被榜单认可 他的舞台才是真正属于他的荣耀 正如粉丝所说 榜单没你又怎样 周深 我们指认你的歌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